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麗色澤 被譽為海中玫瑰的車取貝 在珊瑚礁之間綻放 2022年5月 海保署預告將車取貝納入保育 卻引發原民社會討論 究竟車取貝是什麼樣的生物 為什麼需要被保育 而保育又引起什麼樣的爭議呢 在台東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 水產試驗所近沿海資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穿上潛水服潛入水中 調查當地車取貝覆益境況 車取貝它的分布海域的話 最主要是在上海郊區 然後它的海水的軸度是比較輕的 因為車取貝它的營養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就是它有那個蟲芳藻是它共生的 所以我們這樣 它的外套上面有看到一些顏色有沒有 很多種顏色 就是蟲芳藻它的一個顏色的一個表現 那蟲芳藻清光的作用的話 然後它會提供這個測取貝 它所需要的一個養分 那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它是它有一個進水管跟排水管 進水管的話它是吸海水中的水 然後過濾其中的一個 蠔有的一些有機物 或是蠔有生物這樣 後來我們南邊的話 是有一顆滿大顆的 也是新的嗎 新發現的 還是它新長的 應該是原來的 原來的 滿大顆的 今天啦 今天看到一顆而已 外面一顆 裡面一顆 車取貝是世界上最大的貝類 主要分布於印度洋及太平洋 全世界十一種車取貝中 台灣就曾經觀察記錄過七種 華盛頓公約將其列為附入二物種 要管制交易情況 以避免其物種存續遭到威脅 而車取貝對水質及陽光的需求 也讓它成為 珊瑚礁健康狀態的指標性生物 那早期就是車取貝 人為的過度財捕 這是造成它的族群危機的一個 重大因素 然後再來就是近幾年的氣候變遷 還有人為對這個氣地的一個破壞 沿著海岸線往北走 來到花蓮石梯坪海域 跟著族群潛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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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連日大雨影響 水中的懸浮物質限制了能見度 但對熟悉這片海域的族群來說 水下地形早就記得一清二楚 不一會兒功夫 就找到了第一顆車取貝 我想說因為我們部落的人最了解 最了解的就是 石梯坪海域這個海域的地形 我相信我們部落的人能做得到 而如果是請外面的業者 譬如潛水業者或是來做調查的話 他們可能不太了解 我們這一片海域的地形 這是港口部落族人發起的 石梯坪海域車取貝在地守護計畫 長約六公里的海岸線 傳統領域調查 部分區域都還有發現 大約二十幾顆 而在遊客經常出現 本應是生物樣態豐富的 潮間帶石梯坪尖水區 卻只發現八顆 數量明顯減少 我們看這個區塊 對 這個區塊應該會有 你說別邊那個 對 這個區塊也會有 所以我們最靠最東的 就是這個 我們就開始推算 數量多的地方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路 沒有路可以走到那裡 然後他們可以去潛水 那一片就沒有受到破壞 所以那邊的生態就比較好 裡面的珊瑚礁也長得特別好 也不會被魚類或是海星 等等什麼物種 稀有的物種都在那裡 就是這樣 然後遊客越多的地方就完了 什麼都沒有 就是珊瑚礁 還有幾條魚這樣子 人多了 生物數量卻減少了 這是在地守護車渠備計畫中 族人所看見的擔憂 部落以外的壓力 正不斷威脅著傳統領域中的海洋生態 從以前潛水東西多 現在越來越少 現在一直在 我們部落可以開始推動 怎麼叫永續 我們也做過外地的人來說 這個東西不能拿 把它倒回去 要正至於這個東西擺不夠大 倒回去還可以長大才可以 怎樣 他們回我們一句話 他說海邊是你們的嘛 我們沒有法力全力 給他們怎麼去阻止他們 感覺好像不對勁了 也讓我們想說這一片好像是我們的傳統領域 也沒有被受尊重 2022年5月 海委會預告修正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將台灣七種車渠備納入保育類名單 不過預告消息一出 卻引發蘭嶼達悟亞美族人擔憂 因為蘭嶼達悟亞美族 是目前唯一有利用車渠備 燒至貝灰進行文化記憶的族群 2019年園民會更公告通過了 蘭嶼傳染圖騰及貝灰文化的 傳統智慧專用權 若未來納入保育 可能會對蘭嶼海洋文化產生衝擊 我們勸勸反對 這個族群的 跟其他原住民的手 也有文化一樣 我們一直在做貝灰文化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那麼久 而且在很早 最古老的本來就是 我們的訊息記裡面 就有貝灰文化的製作 那通常就是說 夏天以後 一直到第二年的飛翼季節來臨之前 才會去挖 而挖我們不會採集很多量 因為我們這個實際上 在島嶼來說的話 它不是 我們沒有那個經濟交易的習慣 就是賣給人家 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原則上 它的數量的減少 並不是我們民族的採取的過量 而蘭嶼族人所擔憂的 正是國家現有保育政策 都是假設保育和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使用盥襲相衝突 而加以管制 像是車許被若納入保育類 就必須和其他保育類動物一樣 依照野保法及狩獵管理辦法 依法在二十天前提出申請 因此時常和傳統文化盥襲相衝突 如果按法令在二十天去申請 那個你二十天去拿的那個被灰 因為它還是很硬很光滑 所以那個不能燒被灰 我們平常燒的被灰是 可能是前一年或是前兩年 然後一直放在外面 它氧化以後就比較好燒 我為了去適應這個制度 我必須要去自己調整 可是問題是我們這一套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碎石劑 或是我們這些傳統文化 千年以來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只是為了要被管理 就要去順應 其實我們就算未來 我們海洋保育法要在畫設庇護區的時候 我們也同樣也納入了相關 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 這些機制的尊重的機制 涉及到原住民族它的用海的土地 或是領海的時候 就必須要依照原住民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來辦理 不只生物資源永續 傳統文化也可以永續 我想這是大家必須要共同合作 來去達成的目標 而學者也提出呼籲 真正的問題在於保育思維中 長期否定了原住民族對海洋的自主權 導致長久以來原住民採集狩獵文化 都被認定與保育相衝突 必須加以管制 甚至為了保育被迫放棄 在歸因不明確的情況之下 也許可能是因為海水溫度的變化 或者是人為的開發或者是污染 結果真正這個在做 有海洋文化在做保育的 它反而變得無法利用 我們似乎認為說原住民族跟自然資源 就只有被管制或者是只有消耗 所以政府必須要嚴格的控管 去核准原住民可以使用多少 哪裡可以使用 否則這個資源就會耗劫 那我想這整個思維都還是非常重要極權 那換言之 對於藍雨最大的傷害就在於 整個海洋文化被否定 而且海洋文化的原住民族的主權 基本上是不被國家承認的 我們說野包法是要修法 可是還包法是要立法 我們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去思考就是 原本這個制度到底缺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應該在新的制度把它補進來 那結論來講的話我會覺得說 就是說當然你怎麼樣去保障 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其實更進一步還有一個就是說 還有這個什麼就是我們還是要 不是只有把它停留在一個文化層次而已 還包含就是像傳統領域 傳統領域的尊重 不論是原住民族想要推動自主守護 或是國家推動保育政策 原住民族的文化 採集管理的自主權 往往得不到保障 甚至被視為法規的對立面 而被加以限制 而車群被納入保育議題 也再次提醒野保法 及未來海保法的立法機關 原住民族絕不是成為資源的消耗者 而是有能力共同守護環境 如何讓保育和原住民族主權 能夠共存共榮 而非兩條平行線 需要認真被思考